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岁海客 这是一部科幻电影 被称作是盗墓空间的前身 科学家道德和富乐利用最尖端的技术 将虚拟现实发挥到了极致 利用计算机创造出来了一个虚拟世界 1937 通过特殊的设备 人可以进去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也是相当真实 和当时年代的一模一样 富乐经常光顾虚拟世界 并且在里面沾花烙草 成为了酒吧里的熟人 每次在虚拟世界潇洒之后 才会回到现实 退出虚拟之前 富乐将一封信留给了酒保 让他转交给道德 醒来之后的道德没有任何的记忆 只见床边有一个沾满血迹的衣服 警察不假思索的将凶手指向了道德 这个时候富乐对女儿珍妮登场 珍妮要继承父亲留下来的一切财产 但是道德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富乐说自己有一个女儿 警方调查发现富乐的确没有女儿 为了寻找真相 道德进入了虚拟空间 找到了富乐的原型一个商人 但是商人并不认识道德 找到富乐常去的酒吧询问酒保 酒保却否认富乐留下的信息 退出虚拟空间的道德却被人威胁 这是目睹了道德杀人的全过程 道德并没有理会男子的威胁 第二天就传来了目击者被杀的消息 更加迷茫的道德再次进入虚拟世界 这个商人拥有了记忆 两个人去酒吧却被酒保威胁 原来酒保看了富乐留下的信 酒保开车来到郊外发现了边缘 才相信富乐留下来的话是真的 现实的道德开车去郊外发现世界的确有边缘 同时发现珍妮失去了记忆 成为了超市收银员 对之前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 珍妮告诉道德 她其实是她丈夫大卫的原型 他们一起生活在2024年 但是大卫非常迷恋在虚拟世界杀人并且上演 大卫认为这是一场很痛快很刺激的游戏 这使她之前正义善良的标签荡然无存 富乐的死其实就是大卫借助道德的手杀的 这样的大卫让珍妮十分失望 渐渐的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跟着消失 换上了大卫的原型道德 两个人在一起疯狂滚床单 甜蜜的生活在一起 道德的同事也想尝试进入虚拟空间 进去之后就发生了车祸 使九宝从虚拟世界中解放了出来 九宝看到创造自己的设备惊讶不已 展开双臂享受眼前的一切 幸福总是短暂的 九宝死在了大卫的墙下 大卫发现妻子的遗情别恋 来到了虚拟空间继续报复 只有妻子的死 才能够使大卫心中的愤怒释放出来 珍妮早就预想到 大卫肯定有报复的一天 就提前通知了警探 警探的及时出现 杀死了正在发狂的大卫 大卫的死让道德返回了2024年 类似于九宝的返回 从虚拟走出来的道德 成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 同时也和珍妮拥有了爱情 过上幸福的日子 前面的两个空间都是虚拟的 科学家道德和富乐 也只不过是后面世界 操控者设定的人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